哈喽大家好! 这一期又是这个车主分享的影片啦 那今天我们就很特别的请来了 双门跑车的车主 我们的 Jack 哥! 诶大家好! 诶,等一下等一下 有一点油烧声音啦!很吵! 口水流出来了 AE8-Lok 18-Lok 哇 那个排气声 哇 那个跳灯 梦想 骂一下嘴 我看到你流口水了 其实哦 这种车 价钱也是差不多 你会喜欢这种车吗? 喜欢 这个应该是每个男人都会喜欢 那其实价钱差不多 为什么你不选的? 第一 一来是它接不到车 因为你的分台靠的 哦 你这辆车还接得到车? 对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也会买一台台来玩 哇 我都想买一台的 今天这个车主呢 Jack 哥啦 Jack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会买这辆Audi TT 其实 应该当时说 一来是想着找Elan Transport 的 因为那是比较少 然后过后应该是薪水太低 论不过 哦 轮不过 OK 对 然后过后我再找 再过一阵子我就去看这新Myvi 因为我自己也是驾一代Myvi的 第一代Myvi 没有ABS 那的 哇 这个车手啊 这个 没有ABS 那些 所以遇到它 其实在路上遇到它要小心的 这种才是老司机的 过后我看了一下就是 因为我有时候要走长途 我旅行比较远的距离来讲 它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就再找新Myvi 等一下 你在讲什么 是新Myvi 啊 对 哦 你是后来 Elan Transport 后你有看新Myvi 啊 对 所以我就不要买Myvi 新Myvi 好吗 超跑叻 驾驭不了 OK 然后过后来说就是我 想起我18岁的时候 有想着买Audi TT 18岁的个懵啊 对 所以就开始去找Audi TT 对 那你这辆车你是去哪里找到的 在车行里面找到的 就是我当时我看了这辆车 我就是周围看了一眼罢了 我没有去试驾也没有什么 然后刚好看到车牌是我女朋友的名字 然后我就买了 哇 哥 这个哥我给他一个赞 真的是Steady 所以你没有试车 什么都没有 只是转一圈这样 没有 也没有找人去验车什么 没有 Steady 不过这方面其实我个人是建议啦 如果你买这种二手车的话 尤其是你这个是上一代的是不是 对 这种有年龄的二手车 我个人是建议 最好还是带一个 或者是专业的人一起去看车 对 所以Jack 你买的这辆Audi TT 是什么年份的啊 2010年 2010年 哦 是你刚才讲10年车 对 什么版本呢 因为我们懂TT 有很多版本 UK spec的Black Edition Black Edition 对 是TTS还是TTRX吗 TT罢了 TT罢了 但是你看到它的那个Bumper 很像TTS这样的 哦 OK 所以其实是外形 是比较 运动坏的 就是TTS的设计 对 比较aggressive 对 然后也还像就是这个 DSG 啦 Audi是叫它Astronic 所以 6ft Wedtouch 对不对 这辆车其实蛮快一些的 我0到100加速 大概我看是6秒以内 罢了哦 所以你觉得这辆车的性能如何 性能如何 性能如何 我觉得其实 对我来说我不是要求很大马力的人 但是对我来说够用 就是你每一脚油踩下去 你每一脚油踩下去 但是而且 对于我这样子来说 它是蛮省油的 我差不多一个星期 才打一次油 如果女朋友开的话 两个星期再打一次油 你打一次油是这样 你一个星期是开 大概多少公里 大概一个400到500吧 400到500 然后你打一次油大概多少钱 如果 照之前的油价来说 应该是一个80到90 喂 这样还真的是蛮省一下的哦 其实我也有想到 也有想到 跑车 这个还蛮省油 这个其实是 这个TFSR 还有就是这个双离合 它的美妙之处啦 就是又有力 又省油 所以Jack 你这两车买多少钱啊 大概一个弄到来 上路10万左右吧 10万左右 嗯 ok 其实这个价位啦 那个双能跑车选择是蛮多的吧 为什么你会选这个TT的 就是当时我有看 CRZ 然后RCZ 然后还有G4 和350Z 但是对比其他来说 一来就是那个动力 太少 然后不然就是350Z的 那个路税太高 而且年份比较高了 嗯 然后过后是又看到 AudiTT 因为你不需要给太贵的Rotex 然后你ok 有比较好的动力 比较划算啊 对 所以我就买了这台 不过这辆车我是有点好奇 因为你讲10年车嘛 那时候你买的时候 可能这方面也是蛮多人好奇啦 就这一款车 借得到论吗 借得到 借得到 你借多少% 银行借我一个60% 60%啊 所以其他40%来说 你要准备 给他们 哇 这样都是蛮 这个头期方面 都是蛮 蛮够力一下的 然后利息方面呢 利息方面 因为银行现在大概走着一个 3.5-4.1% 也还ok我 就二手车的一个利息 因为我之前就有听讲 就买这种双门跑车 在利息还有在贷款方面 会比较困难一点 其实它都还ok啊 而且它可以借你一个5-6年最多 嗯嗯嗯 因为毕竟车力也是高了 这点我是蛮surprise的啦 所以Jack 这辆车力开了地久 大致上一年喔 一年这样 嗯 那我先问一个 这个可能 比较多人关心的就是 这辆车的保养的费用 大概是怎样 保养费用就是你 我们需要5L 的黑油嘛 嗯嗯 就是你大致上 market 上面 你可以拿就是300 unit 或者是300多 这是for黑油啦 然后你的label 加oil filter 的话大致上一个 100到200左右 所以500里面 是弄得到的 所以其实 基本上 这一方面 我是觉得和 也是和我本身的mob 是差不多啦 就是500 unit 那 对 那 讲完保养啦 现在就要问了 因为你这辆车是有一定的年龄的 嗯 这辆车有坏过什么东西 修过什么东西 我说法我家这样久 应该是换过ABS sensor 其他都是没有问题 一个罢了 对 其他都是平平安安 对 没有问题 哦 OK 这一方面我是有点 surprise啦 那 这辆车 你是开了一点吗 你大概 这辆车大概有什么 通病意思喔 其实通病来说 我觉得是它那个 我们前面有个水壶的嘛 那水壶因为是塑胶的 它可能久了 它会裂会漏水 所以你要比较注意 那个 就只是那个啊 对 对还有我们的sensor来讲 会比较敏感一点 它会时不时就是在你的 那个indicator那边跳 跳出来 OK 至于其他那种好像 Turbo 啊 Waterbump 啊 这些就是 VW集团里面的车 会比较常遇到问题 Audi TT 都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TT Club 里面 so far 来讲 是比较少一点的问题 因为最重要是 看你怎样保养 和保养 那台车 对 如果你说Low 黑油的话 我觉得是个安 应该比较少 Low 黑油有没有 对 因为这里是EA888嘛 你这个前驱版是EA888 其实EA888 我所听到的 都是 久了都会有这种 恶性赤黑油的问题 结果你的TT 是不可能 完全没有 这一点我是蛮surprise的啦 所以这辆车其实蛮好扬价的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对比你其他车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便宜 而且它升油 我有一个Club Member 它是驾第一 就是驾给我同一代的 但是它是第一款 也是Nak 2 但是它加了200千的Mallage 但是它说法到现在也是没有问题 没有大问题 没有那种 嘎嘎嘎嘎嘎的东西啦 对 就算那个 engine 没有到 需要overhaul 的时候 它也自己去overhaul 把它弄得更新 然后走得更远一点 所以它只是做了一个overhaul 而且这个overhaul 不是因为坏而做的 只是为了 要给那个engine max 所以去做吧 其他东西真的是没有坏 没有坏 200千喔 对 所以它是很难用的 哇 所以说 Jack 其实哦 你买这个Titi 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要耍帅叻 还是因为它的性能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样子好看 就是追求它的样子啦 对 性能对我来说其实还好 真的吗 你这辆车最快跑过的 最快跑过 应该我驾过两排 就买不了 兄弟 这个也是很快的哦 还好啊 慢慢驾 哇 这个叫慢慢驾 果然是开MIGI的车手 其实这辆车啊 它这个外形都是蛮高调一下啦 你开着这辆车出去的时候 会不会 比较引人注目啊 或者是 遇到一些超跑 来聊跑之类的 其实 是有的 但是我都是 进里面的lane 给它们过先 这样乖 你确定 省油吗 还是 不要骗咯 还是 这种事情是 你开MIGI的时候才会做 才会去追它们 对 所以这里 其实Jack也是有给我们 看它的 这辆车的一些维修单据啦 那我这边就看到它的 它换了一些 好像消耗品 好像spark plug啊 然后还有一些 OK Bornet Handler 因为那个比较容易 拉断的 哦断了啦 如果你 比较没有借力 这样的拉它会很容易断的 所以那个是 很经常有的 是前面Bornet 还是后面Bornet 前面 哦 前面的 哇 学到东西了 其实这个handler也不会贵啦 Bornet 然后好像该我讲的 Spark plug 也是 4颗300多 其实和我本身的Zetta 在这方面 它的费用是差不多的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辆车 这辆RTTT 你有喜欢它什么地方 还有什么 可能你觉得它有一些缺点吗 我觉得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 就算10年了 你就是不会觉得它很旧款 它样子还是很精神 嗯 就是还是可以耍帅啦 开心做啦 也是很会弄的 妹子看这样子 是不是 还好 然后过后来讲 就是我里面 因为我是有CASPEC 为了Navigation Plus 它整个感觉就是 我比较喜欢这种Toto Button 比较整个Screen 的东西 就是那种比较 classic 一点的设计 对 这辆TT 其实它的内装方面 我觉得也不会过时 就是看起来还是蛮漂亮 蛮精致的 而且它的Quality 很好 是不是 然后你这辆车 里面 讲到Interior 有没有什么列啊 有什么怪质的 没有耶 其实 大致上都很像新的这样 哇 真的是很幸运 然后过后来说 你说再大样的东西吧 其实它后面的Boot 我觉得是蛮宽敞的 而且我后面还有两个小椅子 可以给你放Pack 所以我每次回后面套 或者是上槟城 我都是慢慢载着回去的 嗯 那这辆车 其实你刚才讲到后座 后面是坐得到人的吗 其实 比较150的女孩子 就比较小致 对 就做到的 因为我前面的位置比较宽 对 其实你调整好的话 其实后面可以做到的 所以 讲到来这辆车 其实也是蛮实际的啦 对 然后不喜欢的话 应该是只有 它车身会比较低 然后我过鞋的地方的时候 还会磨到 爽屁 你家的是双门跑车 不要这样啦 如果你不要磨到的话 你就买超跑 My Leaf 其实这辆GT 它的改装潜力是蛮有的 外星是动力方面的 那在这方面 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是计划 upgrade 一个 Stage 2 的 Stage 2 Stage 2 不简单 随便上上一下 我看估计都有 300匹马力这样 可是 我有个问题啦 其实你刚才都讲 你不是G2动力的 为什么你会想要上 Stage 2 的 我就是放着 给我女朋友用的 哦 这辆车是你女朋友在开 对 因为它驾的时间比较多 平时 你是讲这辆车平时都是要开 对 所以你开什么 我开 Myvi 那个没有 AVI 是那个 Myvi 对 可能是老司机啊 那个是考验技术的 所以其实这个 300匹的 Stage 2 是你女朋友要的啦 因为它 就是人家 Tiong 它的时候 它会退 pattern 然后踩大油的 哦 所以 原来会跟人家跑的是你女朋友啦 好像我觉得我访问错了 我应该是要访问你女朋友才对啊 没有啦 讲了这些东西过 Jack 其实我也是有点好奇啦 你一个 开双门跑车的年轻人 你下一辆车会想到换什么车 Avora Lotus Avora 对 哇 朋友 你是皮股香是吗 你已经开了一个你刚才跟我讲 这个 TT 下卡棒很难下 然后你现在要买一辆Avora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Lotus 是因为它没有真正坐过在里面 或者是自己开过 其实那个感觉 我感受到我是很 比较喜欢的Lotus 你是喜欢它什么 是那个驾驶感的是什么 驾驶感就是 即使你坐在旁边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 虽然你看到它里面整个很像铁皮 不会不舒服 我一想到我这边就有点痛了 我真的不会不舒服咩 还是这辆车是你的朋友要的 没有啦 这辆车是我一直想买的 你自己想要的 如果我是考虑第二台车的话 我会买330i 330i 对 F30 G20 G20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它整个整体的造型 就算里面也好 就是我比较喜欢它整体的感觉 然后BMW的操控性是我比较prefer的 嗯 所以其实你是追求操控的人 果然是一个开BMW ABS的MyB的车手 OK 所以今天这个车主分享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要感谢阿Jack 因为你和我分享他的这个TT的故事 那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关于TT的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会叫Jack 我觉得我叫他的女朋友来回答这些问题 喜欢我们这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然后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他讲他驾车斯文 开玩笑 我跟他上过云顶 那时候我们四辆车上去 他的MyV 我的Persona 还有一辆300p的Tite 还有一辆Pro C 结果他是第一辆车 那个Tite跟他都跟得很辛苦 更加不用讲我们 所以众人家乘哪里会斯文的